眼前这对头发捧乱 衣服幽黑的老夫妻 竟然在不足四米深的山洞中居住了数年 这些年来 他们一直与野狗同吃同住 吃和拉撒都在一起 由于常年生活在洞中 老人的背只能常年保持着半公的姿势 甚至连吃食物也只能靠老伴外出乞讨 经常是有上顿没下顿 本以为老人没有子女 可没想到老人竟表示 自己的儿子是千万富翁 那么这两位老人为何居住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 他们的儿子现在又身在何处 感兴趣的朋友们 咱们接着往下看 湖南省岳阳市平阳县有一位摄影爱好者 平日里喜欢拍摄当地的人文风景 这天他听说附近村上有一对奇怪的老夫妻 这些年来 他们一直居住在山洞中 出于好奇这位摄影师来到了老人的住所 随后他将两位老人的生活状况拍了下来 并发在了网上 很快两位的情况引起了当地记者的注意 在联系上摄影师之后 两人一起前往了老人的居住地 当记者来到这对老夫妻的居住所后 他被眼前的场景惊待了 只见老人居住的山洞周围 到处都是野狗野猫 甚至偶尔还有几只山鸡出没 据摄影师表示 眼前这栋红瓦房就是这对老夫妻的家 房子还比较新 可当两人走进屋内后 里面的环境却一言难尽 屋内一片漆黑 房中连个像样的家具也没有 一旁的房间地下堆满了干草 上面只有一床破洞的宝贝 看着眼前是有人睡过的痕迹 而在所谓的床铺上 还有几条狗在上面走来走去 除了这些以外 就只有一处看着像是灶台的地方 上面摆放着一个破旧的水壶和一个小桶 房间内昏暗潮湿 遍地都是蛛丝 地上随处可见的野鸡野狗 而他们所到之处遍布着排泄物 闻起来恶臭扑鼻 据这些摄影师描述 由于村中知道这两位老人的情况 于是向上面申请给他们盖了这栋房子 可两个老人却始终不愿意住在这里 而是整日窝居在后面的山洞中 随后记者也跟随来到了山洞 在那里他们终于见到了这对老夫妻 只见洞口的位置蹲着一个老人 在他的旁边还有一条黑狗 这个山洞不足半人高 记者想要和洞中的老人说话 只能半端是身在 勉强才能进入洞口 很难想象 他们竟然在这样的环境中居住 八十岁老人窝居在狭小山洞 整日与猫狗为伴 却说儿子是千万富翁 刚开始见到记者一行人 老人充满了警惕心 甚至一度想往洞中走 在几人聊了会儿天后 老人逐渐放松了警惕 据老人表示 自己姓陈 今年八十岁了 只见这样一个小小的山洞 到处遍布着蛛丝 甚至墙上的土一碰就掉 考虑到两位老人的安全 记者决定先让两位老人出来 由于山洞空间狭小 老人忙活了半天才勉强出来 在老人的身后 还窜出了一条小黑狗 等老人出来以后 记者对着洞中进行了观察 发现山洞的空间很小 人在洞中连转身都十分困难 甚至连身子都直不起来 整个山洞不到四米 一个人在里面都伸展不开 更不要提是两个人住在这里了 随后一行人来到了房子里 对于老人平时的生活条件 记者十分好奇 据陈爹爹告诉记者 由于家中连像样的米面都没有 平时里只能靠陈爹爹的老伴 外出乞讨 有时候运气好 夫妻俩还能勉强吃顿饱饭 要是遇上了不好的天气 很有可能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 由于下过雨天实在是太寒冷 老人身上担保的衣服抵御不了寒冷 只能捡旁边随意摆放的干草 在灶台上升起火取暖 在两个老人的旁边围满了一群猫狗 对于这样的生活 两个老人也没有觉得有什么满不满意的 似乎对这样的生活也比较知足 当记者问起老人的孩子时 陈爹爹瞬间来了精神 说起自己的儿子 陈爹爹一点的骄傲 他表示自己的儿子生活在县城 生活得十分舒心 儿子光在县城的店铺就有十几间 平时还做着自己的生意 一年下来光是门面租金都得上千万 可这七年时间 老人的儿子却一次也没来看过自己 对于儿子的冷漠 陈爹爹还为儿子辩解着 自己的儿子平时生意比较忙 家里的孩子也比较多 据陈爹爹表示 自己的儿子结了好多次婚 光是儿女都有11个 可面对陈爹爹这样的说法 记者却始终持怀疑态度 即便是他的儿子在忙 面对自己的父母住在这样紧陋的环境中 没有时间 至少也应该出点钱帮助父母吧 80岁老人窝居在狭小山洞 却声称儿子有千万家产 记者前去寻找儿子 结果出人意料 再得知老人没有吃早饭时 记者贴心地为两位老人买来了饭菜 而面对今天来之不易的第一顿饭 老人甚至顾不上准备饭桌 直接将饭菜放在地上 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饭菜的香味瞬间将猫狗吸引过来 许是他们也太饥饿 竟然丝毫不认生地 上前从老人的饭菜中抢食吃 即便是老人身手阻拦 也依旧抵挡不住这些野猫野狗 无奈下老人顾不得饭菜干不干净 直接和猫狗一同吃了起来 由于饭菜没有吃饭 为了防止猫狗偷吃 老人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个小桶 不管里面有没有馊水 直接将饭菜倒了进去 留着饭菜吃 面对这样的画面 记者实在不忍心 于是决定去县城找找他们的儿子 经过多方打听 县城并没有叫陈亚南的商人 附近的居民也表示 没有听说过这个人 随后记者来到了当地派出所 警方在户籍信息库中 也没有找到陈亚南这个人 难不成他早已离开这个地方 记者不死心决定回到村中调查 结果从一个村民的口中 却得到了不同的答案 村民表示 陈爹爹口中所谓的 拥有千万资产的儿子 其实都是他想象出来的 一年前有村民曾在县城见过陈亚南 可他这些年来一事无成 整日在县城过着乞讨为生的日子 在他经常居住的桥洞附近 蹲守了一天的记者 也没有见到对方的身影 一番搜寻无果之后 记者决定回到那对老夫妻那里 想要劝他们能够前往附近的养老院居住 经过一番劝说 陈爹爹的老伴同意了记者的请求 随后跟着记者走了出去 和几人前脚刚倒马路 后脚陈爹爹就在屋门前气得跺脚 表示老伴走后 就只剩自己一个人在这里住了 随后又将自己的老伴吼了回来 面对这样的情况 无论记者如何劝说 陈爹爹就是不离开这里 表示自己的儿子 总有一天会回来看望自己 在老人的面前 记者也不忍心戳穿老人 也许老人始终相信 自己的儿子总有一天能功成名就 回来接自己去享福吧 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